大家好,歡迎收看 Take a look Intel 在3月20日舉辦了行動裝置應用科技分享會 在活動現場展示了多款應用Intel處理器的平板及二合一筆記型電腦 還有多種特殊的技術應用 不同於一般平板電腦所使用的ARM架構處理器 Intel的平板內含的是第四代Intel Core以及會圖處理效能更好的Intel Atom的處理器 搭載Intel Atom處理器的平板電腦 搭載Intel Atom處理器的平板電腦 搭配使用CAMERA 365 APP 可以在按下一次快門的情況下同時揭取不同人物的五個表情 使用者可隨意選擇最佳表情打造完美的團體照 接著再透過PhotoDirector APP的協助 還可以輕易地除去需要的人物背景 讓照片顯得更完整 透過UltraBook 平板電腦 二合一裝置 以及可稀釋 AIO 電腦 Intel也展示了他們在多款行動裝置上所帶來的最新技術與應用 包括擴增實境 Intel RealSense 技術 3D 列印 新一代的自然語言個人助理Dragon Assistant 以及感知運算等技術 Intel 運用擴增實境技術 可將圖畫書中的青蛙立體呈現於螢幕上 並可透過手勢控制青蛙的頭部轉向 而感知運算技術中的手勢電視 則能讓使用者與電腦遊戲互動 透過鏡頭捕捉手勢 讓遊戲裡的人物順利走到對面的懸崖 目前Intel 第四代的Core處理器 全面支援 4K 畫質顯示 即使在 O-in-one 電腦或是小型電腦主機的裝置中 都可以輕鬆呈現超高畫質的影音內容 另外為了讓二合一筆電的使用者 可以在切換平板以及筆電模式時 讓應用程式可以辨識目前狀態 並且呈現適當的畫面 Intel 的 Gesture Kit 工具 也已經整合入100多款的遊戲當中 支援在平板時跳出操控虛擬按鍵 但在筆電模式下又會回到原先的版面配置 十分便利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報導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有任何的感想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影片下方也有連結到我們的 Facebook、Google Plus以及TechRu的網站 請幫我們按個讚分享出去喔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會